他们的留人能留得住吗 小小在往后退了 就看看能不能追过去啊 点个眼 点个高波眼 他是有眼的 不太行 对面三小鱼肯定要有眼 因为有思雯的呀 看到小小小小小斩锋投掷 接上死门后面应该能补到一锤 索王先知给到了一个沉默之后 自己直接往后退 不太妙呀 因为没有体检点高波眼 所以这个被小小蹲了个高波 打了个先手 而且思雯在打蚁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非常无解肥 10分钟的服势刷在了下路 一个恢复神服 满状态的死亡先知空到 现在死亡先知有点没事做 是的 毒狗的大招给到了伐木机 狮王继续过来叠飞服 然后想要伐木机练勾走的时候 被一个东列禁锢直接给关到 最后直接毒boss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刚刚在BP玩之后说到的一个点 就团战视野方面 这一盘肯定是要有差距的 他们一个狮王一个斗斯 伐木机勾到脸上来了 小小三崩头智竟然还主打的控制 伐木机伐木机连勾走 但是中了毒狗的一个邪恶进化 很敢想撤退也撤不走 来了先到伐木机 山崩头智往回丢 死问跟输出 勾走之后 诶 这里毒狗 没关到 然后关的是脸上的一个死问 这样啊 费斯边摆着第一时间活了下来 死亡先知开大招回头 只老干净就被反打了 这次给大开视野 然后死问这里第二时间 还是把伐木机给切死了 射王后大招死亡先知 但是又被吸魂巫术牢牢黏住 星球这个位置肯定是要阵防 不看一下萧瑟河 拿金兔塞合体 带走对方的一个三方位射王 回头要放一下这边 亚特的一个风筝 大招睡住三人 伐木机选择买活 落地之后不看一下 自己的TTC三连 死问是直接先行跳走 清理一下小那家的幻象 宙斯应该没得跑吧 感觉这一波伤害没打上啊 就是小那家睡完之后 被死问跳走了 有一点小亏 因为这一波是有机会 我在想 伐木机如果第一时间 往左侧先去封死问会好吗 我是觉得如果说他TTC三连 如果说用钩子打断死问的跳刀 用飞盘去打断后面两个跳刀 那想的太完美了 有点来不及 那他们的话题可能一叫我们来 死问又来了 但这波死个歪队就还好 死问是看到了一个小那家幻象 以为是歪队在蹲这个幻象 蹲这个小那家 但本体被找到了 加速福小小赶到了战场 他有技能吗 如果给到邪忧进化 小那家开一下经销往下 这边的小小伐木机感到 他能不能把这个小小给换掉 牛头这个位置给到一个板 有了 这个板甲其实对于他的一个生存 有非常非常大帮助 一波四人开物往下 想要去影响那家 抓宙斯和兽王吗 要破误了 宙斯高破破误 牛头过来 盲事也想要跳异 但是看到宙斯之后 不着急给出一板 伐木机加 可要坚持跟输坡 宙斯临死之前 然后否决啊 这愚人勇图败是吧 这一盘 这个这盘这个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 辉傲那家了 什么说 大招 小小山蒙两个人 小那家第一时间开大 但是小小开了 BKB也逼出了霍兰真 那魔爪还是把他给击杀 后面加速服BKB 小小小小要保回车 对我用死了 神志力量过来 直接看纳廷图塞 那天苏子有点遭不住的输出 有独够的结构进化 他也跑不了 被死问单防了 后面霍兰居然买 霍兰自己已经倒了一个大哥 小那家 哇 小那家也是完全更遭不住 这个死问的输出了 买回过来的完美 好大招大到对方两个 但是好像只能第一次在杀宙斯吗 宙斯有神圣一跳 出入所放 也没 versเพ洁 如今夜 第二次一份 火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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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火梳 火梳